好了 让我们看一下 刚才的视频 诶 弹幕说啥呢 怎么没有AMD的机器 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 哎 别人看扁了 别急啊 看我小小加班一会儿 摄影机启动 诶 没想到吧 我又来了啊 在刚刚发布的那期视频里 我们给准大学生们带来了6台Intel处理器的游戏本推荐 但是看大家的评论和弹幕反馈 一方面是机型少了一些 另一方面是想看看AMD处理器的机型表现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立刻进入AMD ES环节 这一代的MD-7840系列处理器 搭载的是Radeon 780M核显 那可以说是相当强悍了 不仅是各路网游 哪怕是3A大作开到1080P低画质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就比如这台小型Pro16 对于主要需求就是玩个CSGO或者Lualu 或者瓦楼兰特的用户来说 7840的核显笔记本就已经非常够用了 那我们这次的小型Pro16除了搭载7840HS 还是起步配备了32GB的一个内存 而且是高频内存 还有就是1TB的固态硬盘 基本上是可以应付大学中的各种场景了 而且它的定时很大 再加上AMD本来能耗比就高嘛 如果你需要外出上课 或者说要在图书馆里学习一下 那这台电脑还是很实用的 而且它的外观 你看也不像游戏本那么的暴躁是不是 还是比较商务的 同时它的机身1.9000克 那还是比较重大 但是怎么着也比游戏本轻嘛 我们看一下它的配置 R7-7840HS 那这个全大核处理器其实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么 它的极显Aurelion 780M 然后再加上6400MHz的内存 已经是可以玩一些主流的网游了 内存32GB也不用升级了 1TB硬盘也够大了 屏幕还是高刷的 这就很棒是不是 但缺点的话 从这个产品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它机身比较重 它的硬盘虽然是PCIe 4.0的 但是性能表现很一般 不咋地 好 下一台是机械革命的一个蛟龙17K 听到17K 所以你们应该能知道它的一个屏幕尺寸有多大 是7.3英寸的一个屏幕 那要比16英寸和15.6英寸上明显要大了 是台妥妥的大屏游戏本了 当时它的价格是6699元 比起极光Pro那种神价来说 这个机器要贵700块钱 那没什么太大的竞争力 所以说测完之后我就把它放一边了 现在的话说实话这个极光Pro有时候也会涨价嘛 然后再加上这台电脑在拼头上也是降到了6,499元 那又降了200块钱 那我觉得它还可以 而且大屏本确实会有一定的受众 对吧 那有些人就是没有什么移动需求 但是又没有办法去用台式机 比如说速射限电 这很正常 对不对 那么这台17K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它这个屏幕素质确实是不错的 它是一个17.3英寸的一个2.5K的屏幕 然后再加上广色域 最大亮度我们测下来438尼特 400尼特以上嘛 所以说这个屏幕就是属于又大又好的那种 那这就是它的一个最大一个卖点了 就是屏幕够大 而且价格们也比较合理 首先我要点一下这个配置 虽然这机器看上去6499很不错 但是这个R7是773我也知道 是个上一代的一个架构的处理器 它不是一个最新的Zen4处理器 这会拖累它的一个电竞游戏性的 比如说你要玩这种帧数特别高的游戏 Lualu或者CS 那这种帧数上百帧 甚至几百帧的游戏 那么7735H可能就会拖累 如果说是你玩那种比较大型的游戏 本来帧数就低 或者说是显卡瓶颈的 4060相对来是比较吃紧的游戏 那么这个77351还是可以的 那么这台电脑有两个缺点我也要提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表面温度 中间特别的热 甚至不能说中间特别热 它整个就很热 其次的话就是它的一个便携性 17.3英寸 即便它再轻 它的长宽参数永远是不变的 与此同时它也不支持PD充电 所以说你也别想着再省一个充电器的重量了 696克的设备器 还是很重的 你只能选选这种7735H的游戏版了 好我们下一台 在这个价位段还有一台可以考虑 但是这个品牌我们提的比较少 就是机械师 机械师曙光16 Pro 机械师这个牌子是哪来的呢 海尔其实是 海尔兄弟的海尔 海尔其实是做电脑的 做笔记本电脑的 它现在还在做 你也知道海尔的笔记本一直不火嘛 是不是 然后它想办法趁着当时游戏本熊起的东宫 一块进入这个市场 那怎么办呢 它们就和京东 天猫一块孵化游戏本品牌 海尔和京东就孵化了一个雷神 海尔和天猫就孵化了一个机械师 当然它们现在都是独立运作的品牌 但是机械师的由来是这么回事 它不是机械革命的兄弟 不要因为它们都姓机械 以为机械师和机械革命是一家 不是的 机械革命和机械师完全不是一家 机械师和雷神是一家 那个机械革命是同方国际的 清华同方的一个品牌 那个机械师是海尔孵化出来的一个独立品牌 行 那我们回到电脑硬件 这台电脑我刚才说过了 低价位段的游戏本 特别是AMD的游戏本 很难或者说没有自动思处理器的 我们只能选择7735H处理器的 CPU系上的角色就比较弱 但是其他的配置不错 4060也有16G512的存储配置也是比较主流的 最重要的一定要重点啊 它的这一块16英寸2.5K的一个电竞屏 它的亮度我们实测下来 是550尼特 我的天哪 这个亮度不得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屏幕 它即便是在一些光线很强的环境下面 它也能够获得不错的一个观感 其他的优势除了性价比和屏幕以外呢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狂暴模式下显卡是预超频的 这一点和那个极光Pro其实是挺像的 显卡性能会比同级别的那个产品要再高一滴滴滴滴 这一点的话首先第一个这个硬盘 我们测下来是一个金泰克的OEM盘 这个牌子在我们这儿是不怎么预见的 性能也确实一般 然后内部空间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拆机图 学谁不好学机械革命 说你们俩不是一家我自己都不怎么信 你看看这个缩电池的行为 但无论如何吧 这个换个缺点吧 还有就是高负载时候的温度 核心温度比较高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烤机的时候 它的CPU已经稳在95度了 已经是撞墙的一个水平了 然后显卡的话也是蹭到了一点点温度下 所以说这个散热相对来说比较着急 186W的性能释放 要比什么天选4的暗影精灵9要强 但是一斤双温度强了 无论如何这个便宜 屏幕又好是不是 便宜大碗 所以说我还是推荐它 下一款就是那个机械革命的Gelro 16 Pro 我们一直会聊机械革命的机器 因为它性价比真的很高 还记得前段时间我测过一台机械革命 比较贵的Gelro 16 Pro 是R97845HX 那台电脑其实性价比也很好 我评价也不错 那台电脑这个价格要8000块钱 那有点贵了是不是 在这个价位段性价比高一点的话 那我比较推荐它的一个CPU降档的版本 降低到7745HX 净多都可以卖到6590 然后京东的话是7000块钱 那我觉得这个价格就可以推荐了 性价比是更高一个级别了 包括它这个屏幕调的也是不错的 我们当时测下来那个R97845HX的版本 7845HX那个版本 它给我的数据是 屏幕是测下来非常不错的 那我猜测机械革命 也不至于在7745HX上缩屏幕 如果屏幕不缩水的话 那我认为它这个屏幕素质的优点 还是可以保留的 然后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R97845HX的一个散热 它这个散热的话 表面温度这个键盘热感的这个面积 表面温度那个数值不是很高 但是这个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这一点需要注意 键盘热不热这个要有两个重要的参数 一个是温度的数值 一个是温度的面积 有些机器它可能键帽中间一点点地方特别特别烫 其他地方还好 那我觉得这种就相对来说可以接受 像这个蛟龙16 Pro这种 温度数值相对来说还可以 但是温度面积 高温面积特别大的 会影响一点使用体 有热感 不能说烫什么 好接下来我们的价格 稍微再往上挪一点 那来到了我目前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台笔记本电脑 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它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首先第一它性能OK 不是特别拉吧 够用啊 然后第二牌子也OK 华硕至少不是那种杂牌 是不是 第三它外观也还行吧 至少有那个什么天选积不积的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一个机身真的是很轻 2.1千克的一个机身 在游戏本里真的算是很轻的机器了 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它的续航 自从搭载了Zen4处理器之后 哇续航直接逆填 你可以看我们在这个PTMark10的一个续航测试 是11小时15分钟 中高负载的这个脚本是6小时53分钟 大哥6小时53分钟啊 你去看我们那些轻薄本的评测 你能找到几台是6小时53分钟续航的轻薄本吗 就是这个续航已经逆了天了你知道吗 就是你这个游戏本的续航已经超过了情报本了 所以说太实用了它太全面了 这个机器它既可以打游戏 又可以带出去上课 又可以就是你只要稍微抗得住它的重量 2.09千克我们测下来 那再对于游戏本来说真的已经算是轻的 然后你带出去上课去书馆都可以 因为它的续航也撑得住 所以说这个机器它的适用面很广 还是比较适合那种学生群体使用的 好吧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但是它不是没缺点 酷睿版的天选的一个缺点它还是有 比如说屏幕边框宽 方向键是半高的 还有一个小细节啊 就是这个电源线看的很不爽 就为什么是个直角呢 你往这翻它是挡这个接口的 往上翻它就挡出风口 你怎么着都不舒服 奇奇怪怪 但不管怎么说吧 这机器是我目前我可能说最喜欢有点夸张了 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台机器 如果它能出一个16比10屏幕 把下巴的问题解决了 那它就太爽了太完美了 可惜不能 下一台 联想拯救者R9000P 咱们之前说了差不多十几台机器了吧 终于要到我老朋友联想拯救者了 9000P呢 其实作为这个联想游戏本的这个当家花旦 我觉得对拯救者这个品牌的塑造是功不可没的 对吧 当年这个性价比很高啊 或者说这个整体综合性能很强啊 这些都是这个9000P这个系列贡献的 但是呢 今年其实你也知道 Y9000P这个价格实在是太贵了 对不对 那R9000P有一段时间也涨得很离谱 我就没有推荐 但是在这期视频里 我想了想还是可以推荐的 那如果说它的价格在7999到8499元之间 那我认为这个机器竞争力还是存在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置 首先R7795HX处理器 我们测试的是7795HX版本 那也是可以参考一下的 好 4060的显卡也是有的 16GET 老朋友了 联想的屏幕其实一直没什么问题 这次也是一样 高亮度的 500nit亮度2.5K的一个电竞品 而且是240Hz刷新率的 那处理器是R9795HX处理器 那我们测试的是7795HX的版本 你们可以交叉参考一下 都没什么问题 那么这台机器的话 推荐它的理由其实还是很简单 首先第一 这个整机的性能释放还是很给力的 那我们测那个7795HX那个版本 它的一个双考的功耗是55W加上140W 那加在一块就是很稳的一个195W的一个功耗 那么在这个功耗范围下 如果说你是买了这个R9 就是我推荐的这个R9795HX版本 那它的一个功耗还能再升高 所以说它的性能释放是很好的 没什么问题 第二 接口数量比较多 那我刚才 我上一个视频还是在这个视频里吐槽过 2A2C这个接口太少了 那么联想这个接口数量是给够了 4A2C还是比较不错的 数量至少会多 第三个优点 它满载下面这个温度是比较低的 我们还是参考一下我们测的那个版本 虽然你可以看到整个地方全都是有一点点温度 但是整个温度都是在40度以下 基本上左侧全都控制在45度以下 而且高温的区域也就是37.7度 虽然有热感 但是这个温度都是相对来是偏低的 我们再看一下缺点 今年联想这个噪音 我觉得和其他游戏蛮差不多的 甚至可以说是更高的 58.8分贝 没有优势 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它那个板砖适配器 1000克 我的妈呀实在是有些重啊 还有就是我们的接口 刚才夸过CA2C 但是它这个A口全是5G速率的 所以说它没有一个实际速率的高速的A口 如果说你要实际速率的接口 你只能用C口 但无论如何吧 联想的机器如果要我推荐一个的话 那我今年最推荐的可能就是这台29MP了 那么我们最后再来聊一款 其实不能算是游戏本 但是我觉得把它放在游戏本里也行 也是我们这次的压轴机器啊 小尺寸的一台电脑 ROG幻十四 这台电脑是AMD处理器独占的 它没有Intel版本 去年幻十四是真的惨了 它被选中了搭载AMD显卡 然后就你懂了 这个销量就比较那个什么 但是今年咱们幻十四就脱身了 然后就用上了这个40系显卡 那40系显卡又碰到了能耗比大提升 能耗比大提升对于什么产品最有好处呢 散热空间比较局促的产品 它们的提升会非常的大 因为它们本身的预设的功耗就相对较低 再加上幻十四晶颜模具还提升了 色域切换也有了 再加上外壳这个表面材质更换了 所以说整个机器都焕然一新脱胎换骨了 还是要注意一下它是14英寸的机器 它的性能释放 138性能释放 你跟17寸15寸那种游戏本比那肯定是弱到不行 但是在14英寸里面很给力了 满足吧 它配置吧给的已经够足了 R9 4060 161T 屏幕的话也是一个高刷新率的屏幕 76瓦时电池 真的是能堆上的全给你堆上了 然后内存还是可以升级的 加装一条16GB的内存 你可以升级到32GB 我觉得相比于零耀14 相比于Yoga Pro 14S至尊 那些14英寸的全能稳 相比于那些电脑 这台电脑有点像是游戏本 而且其实要更厚一点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表面温度 即便是这么高端的一个定位的一个产品 它的键帽温度依旧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可以看到中间是50度 但是幸好两侧温度低了很多 38.6还是热的 万拖33度你都有一点点热感 所以说这个机器有多热你应该心有数 要小要便携要性能 这就是代价 但是我觉得这个代价不错 可以接受 行 那么这次的AMD的一个游戏本的推荐 也就到此为止了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有点奇怪 说这次推荐怎么那么少呢 我还以为AMD你会多推荐一些 但其实我们在筛产品的时候 我们这次是把所有的电脑的一个 就所有的游戏本的一个价格 包括它的一个供应情况 我们都搜了一下 都了解了一下 最后我们发现 有些电脑其实在这个时段 或者说在我们拍视频这个时段 它的价格是很贵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微星雷影17好了 微星雷影17其实8499我是可以推荐的 但是它现在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搜了下京东它是9499 那涨了1000块钱 那我觉得就那啥了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推荐不推荐 主要还是看价格 那么按照我们现在这个视频里面 给出的这个价格段 那我认为是值得买的 如果你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 发现它不在这个价格段上了 那我也是建议你再等一等 再考虑一下 好吧 所以说视频就是个参考嘛 你千万不要像看着像圣纸一样 说啊它说了 它说了就买 千万不要这样 好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吧 那如果说你喜欢我们视频的话 欢迎来个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